当时买了一个餐租 一个方租 然后四个床头柜 两个床 还有两个一米的 小孩的学习租 一共花了124400块钱 我再三强调 在我的微信记录里面 以及因为他这个合同 当时是去我家里面签的 我家里刚好有 北美黑胡桃的椅子 我还拿出来给他看过 我说我要的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颜色的和材质的 这样的一个 北美黑胡桃的石木的 方女士说 去年12月7号 家具送到家里 当时她不在家 委托了一位朋友接受 朋友当场就提出了疑问 她说这个桌子 你这个两米八的 这么长的一个桌子 因为她知道我要的是石木的 她说他们就 两个人就很轻松地抬上去了 她说这个石木会不会有问题 就所有的家具 包括这个餐桌也是 她都是两个人 就来两个人 她就扛上来了 方女士表示 在她的概念里 两米八长的石木桌 应该很重 两个人不可能抬得动 得吊起来 从窗户送进家里 县长记者示例一下 两个人抬起这张桌子 确实不需要很大力气 方女士给记者看了 当时签订的软装 采买委托合同 家具清单中 材质以来写的是 石木框架 加北美黑胡桃石木 但她怀疑 这批家具并非 北美黑胡桃石木的材质 就比方说这个抽屉 这个抽屉是哪里的抽屉 就是那个客厅的 那个大长租的 那个两米八的那个抽屉 像这种地方 它有破损的地方 就能够看出来 它就是贴上去的 然后 这个是贴皮贴上去的 对对对 贴皮贴上去的 这个就是小样 这个就是一块 真的原木的石木的小样 对 这个是真的原木小样 这个分量差别很大 你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你盯量一下 是啊 我发现 就这个非常的轻 我一个指头 都能给它拖起来 这块很小的 其实跟这块重要 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 是的 方女士带记者找到 位于杭州西湖区 文艺西路上的 提恩家居饰品店 负责人不在 记得电话联系上了 当时负责 跟方女士沟通了 一位赵女士 对因为我们这边 跟厂家那边 因为客户要什么 我们肯定是为 给他 就是报价清单 清单上面有材质分析 那黑胡桃石木的话 大家都知道 胡桃石木的话 它如果 全部用那个做的话 长期时间久了嘛 然后那个胡桃木会开裂 然后我们是用 黑胡桃紫金板 就是把胡桃木 把它长成小块的 然后平成一个大板 赵女士表示 自己已经离职 事情怎么处理 还得跟老板娘协商 这个事情 那个方女士 不是已经在走 司法程序了吗 等司法程序 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 法院那边判下来 再说吧 好吧 她现在应该 还没有起诉吧 她已经起诉了 她上次工商局 都去过了呀 那去工商局 不代表起诉呀 客户能为有问题 让她去鉴定 鉴定完出来以后 那谁就责任 谁存答嘛 我的意思 咱们有没有去现场看过 到底是不是 去看过了 是不是呀 方女士说 接下来 她打算把家具 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 进行鉴定 等鉴定结果出来后 再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